你还在用Google翻译吗? 每次复制贴上搞得像在玩切板游戏 还常常翻出一堆让人问号的句子 看完这支影片 你很可能会彻底告别Google翻译 还能找到让外语能力悄悄进步的好方法 抱歉了Google 今天要大推两款我亲自长期使用的翻译工具 让你重新认识什么叫做真正好用的翻译体验 我会示范沉浸式翻译 搭配OpenAI Translator 一键颠覆传统翻译体验 让翻译速度、语感跟阅读流畅度都直接拉满 还有特殊功能Demo 你会发现翻译不仅只是转换语言这么简单 30秒教你搞定API金钥 以及免信用卡就可以无限免费使用的方式 最后我会总结两个工具使用场景 那我们开始吧 大家都会用Google翻译 但我超常遇到这几个小毛病 像是翻译文不对题 机械式翻译常常语意错乱 举例来说 He dropped the ball Google直接变成他把球丢了 其实正确语境应该是 他搞砸了 这才是懂语境的翻译 另外切换视窗超麻烦 只是想看篇文章 却要一直复制贴上 阅读节奏被打断的乱七八糟 有时口语对话 技术或专业句子翻出来都少了那股位 尤其要把一篇Medium长文整篇翻完 我眼神大概已经死了三次 所以我开始找替代方案 第一个工具 是我长期爱用的沉浸式翻译 Immersive Translate 它是一款免费的Chrome扩充功能 能自动把整页可见的内容翻译好 并直接插在原文下方 你不用再来回切视窗 复制贴上 每段文字都是原文配翻译 对照阅读非常直觉 比起一次翻译一句 沉浸式的方式更适合快速阅读 也很适合练英文 就像是直接加了一层语言字幕 而且最聪明的地方是 它只翻译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部分 你滑到哪它才翻到哪 没滑到的就不翻 这有三个超实用的好处 节省Token 没看到的内容不会请求翻译 对有在用OpenAI API的人来说 超省钱 速度快 它不用一次处理整页 边滑边翻 整个阅读流程更流畅 对照清楚 原文跟翻译一段一段贴在一起 阅读起来一目了然 而且只要按下快捷键 Alt加A 随时双语对照 适合用来读长文 技术教学或外文笔记 非常实用 另外PDF文件也能翻译 而且是直接在浏览器里 左右双栏显示原文跟翻译 不用转档 另存 开起来就能看 像是技术报告 学术论文这种长文 阅读起来真的审视又顺畅 说真的 这才是我理想中该有的翻译体验 而且它还支援读种AI模型来翻译 像是OpenAI Gemini Deepseek 都能选 适合喜欢调整设定 追求翻译风格的人来玩 接下来要介绍第二款工具 也是我自己最爱的学习型翻译 OpenAI Translator 这个工具不只是在翻译句子 它还会针对句子中的单字做语境解释 大家都知道一个单字放在不同句子里 意思可能完全不一样 而OpenAI Translator就能依照上下文 帮你抓出最精确的意思 让你更理解这个字怎么用 什么时候用 除了翻译 它还可以帮你修饰句子 补充说明 甚至帮你总结重点 根本就是一个随身的语文老师 而且也能像前面一样 选择不同的AI模型来翻译 优点是语境理解能力 翻得自然又有语感 还附带上下文用字解释 操作也很直觉 这两款工具 我都已经帮你整理好 连结放在资讯栏点进去 就可以看到详细介绍 真的很推荐你自己体验看看 不过 要使用这些AI翻译工具之前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组API金钥 不用担心 申请流程超简单 只需要两个步骤 我们先来申请Google的 Gemini API Key 进入AI Studio 选择Get API Key 点一下Create Key就完成了 这把金钥是免费的 唯一的限制是 每分钟最多60次请求 翻译短句绝对够用 申请好的API金钥 只会显示一次 记得申请完之后 立刻复制保存好 千万不要外流 申请完成之后 开启选项选择Gemini 贴上API金钥 选择Gemini 2.5 Flash Preview 把每秒最大请求速射定位1 这样可以减少一口气发太多 而超出每分钟限制 设定好之后就能开始用了 很容易吧 我们来总结一下 如果你是常看外文文章 那沉浸式翻译超适合你 整页可以顺畅阅读 如果只是想做文具翻译 理解单字用法 那OpenAI Translator 就更适合深入理解和学习 像我自己就是两个都装起来 依照情境交替使用 很推荐 你也试试看 影片下方我会附上翻译工具连结 还有申请API的网址 照着操作就能开始用了 如果你喜欢这类实验性工具的分享 记得帮我推荐一下这支影片 也欢迎留言跟我说你的使用心得 或是你有更猛的AI工具 也拜托推荐给我 我们继续研究 持续分享 我是懒的专业 我们下次见